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引起很大争议的康庆五 昨天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长达55分钟的道歉解释影片 并反驳了目前为止出现的很多争议 康庆五表示 我不知道作为训犬是怎么样 但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代表 对于作为代表不够称职而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会尽全力解释 如果有对我感到失望的人 我真心向他们道歉 接着康庆五和妻子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解释了种种疑惑 因为内容真的很长 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核心内容 首先是有关利用监控监视员工的争议 一位2017年到2018年工作一年的前员工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康庆五用监控监视员工们工作 对此康庆五反驳说 监控不是用来监视的 因为办公室里有人也有物品 可能会有道歉事件发生 也可能会有外来人员进入 甚至培训中的狗也有可能咬我们 为了记录和确认事实 监控是必须的 刚开办公室时 我不知道监控的必要性 在工作过程中才意识到需要监控 于是之后安装了 当时只有一两位员工一直抱怨说 感觉自己被监视者一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办公室里有几十个监控 我的房间里也有 然后这位也表示 康庆五夫妻用监控监视员工们 然后给自己发了 不要躺在椅子上工作 这个短信 对此康庆五的妻子表示 声称被监控监视的那个人说 我因为看到监控才说 不要躺在椅子上工作 但那不是我通过监控看到 而是我亲眼看到那位员工 以这样的姿势 在剪辑影片后指出的 因为可能会有外部公司的人来开会 也可能有宠物主人进来 在旁边房间都能看到的情况下 进行培训和咨询 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对他说一声 我告诉他 已经去问过律师 律师也说监控并不违法 但那位还是不断反复抱怨 一直投诉 所以我有对他生气过 再来是用监控监视女员工更衣室的指控 康永的妻子表示 媒体报道的那个地方 是我们之前的公司 那里根本就没有更衣室 那个地方是会议室 客人也会来这里一起开会 我们也会在那里吃饭 从任何角度看 都不能称之为更衣室 康永的妻子接着表示 我们使用Nabelworks 作为公司即时通讯软件 在免费服务结束 转换为付费服务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允许查看 员工讯息的管理员页面 讯息的使用量 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日子 我在公司即时通信软件 第一次看到燕南用语 几位女员工在那里嘲笑 旁边座位的男员工说 她很臭 公司没有钱规模小 所以让那个有臭味的寒男 坐在旁边 本来这很像是偷偷看员工的对话 所以想要停职了 但看到员工提到 我们六七个月大的儿子 就让我无法忍受 他们在聊我和儿子上 许多节目的事情说 这对夫妇是利用儿子赚钱 我确认有四名员工 参与了这样的对话 虽然偷看讯息是错误的 但我觉得这件事需要被指出来 几天后 我与这些员工面对面谈话了 而对于被指控 强迫员工们签写 监视聊天内容的同意书 她反驳说 公司使用的即时通信软体 有监察功能 所以请不要在上面进行私人对话 私人对话请用手机进行 这是同意书的内容后 康康欧也公开了同意书 关于将节日礼物 装在宠物分辨袋中的指控 康康欧解释说 因为当时订单出了问题 商品没有装在礼品盒里 所以我向员工们解释 并请求他们谅解 让大家自行分发 当时有几位员工 用办公室里的粪便袋装了礼物 这里说的粪便袋 其实就是黑色的塑胶袋 接着关于宠物狗 Leo被放任不管而死的指控 康康欧表示 员工们可能不知道 但我经常在晚上很晚 或早上很早就去公司 每天早上我都会照顾Leo 用水清洗他 并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与他一起度过实践 在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康康欧在自己的家 与孩子和Leo相处的样子 关于对未及时支付训练费的 宠物狗不提供私料的指控 康康欧反驳说 我们公司不提供寄宿服务 这是对我们公司项目 完全不了解的人所说的话 也就是说完全是造谣 而对于扔狗声或辱骂的指控 康康欧反驳说 我们训犬师们不能松开签声 所以我不会抛狗声 这些都不是事实 最后对于给某员工 支付约9000韩元工资的指控 康康欧解释说 那位员工不是领取月薪的普通员工 而是签订了根据创造的销售额 获得部分奖励的业务合同 而那位员工辞职后 发生了很多退款 当时扣除税金后 应该支付的金额是9670元 但这部分是我们的错 之后又将所有薪资都会给他 整理一下就是 除了给员工9670元这个争议之外 康康欧反驳了所有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Leo的主治医生也出面表示 康康对Leo照顾的非常好 6年前也就是2018年辞职的 23名嘲讽男员工 工作态度不好的员工们 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收到职场霸凌 并情绪诉求 因为那时收到的冲击 他们至今仍在服药 结果韩国一大堆人又被带风向 康康的事件在听取双方意见之前 我们无法判断 我们公司也有些人 因为工作能力差而被骂 明明是自己的错 却在社交平台上大肆批评公司 当今世代与十年前世代的差异 十年前的世代 我要学习更多提高能力 然后证明自己在跳槽到更好的公司 当今世代遭到职场欺凌了 我要曝光这件事 今后如果有人说要保持中立的时候 马上恢复 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加害 请有点同理心的那些人都去死吧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但康康只承认了有证据的工资问题的错误 那么不应该盲目的相信他 应该也要听听那些爆料的员工的反驳 毕竟康康也可能在撒谎 因为BBC的报道 那个彭尼森夜店事件 再次成为焦点并引起关注 但究竟是和谁有关联 竟然能这么快被其他事件掩盖过去呢 彭尼森的报道像谎话一样的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 金木珠和康康的新闻 真是太可怕了 对于康康夫妻的立场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同一会儿 他也会有关联系人员 BBC的报道像谎言 感谢观看